新北市环保局推出了2021年阅历 邀请了15名平均年龄28岁的清洁队员 前来拍摄写真 里头还结合了新北市纪念的观光景点 透过光影所代表的时间和空间 象征清洁队员批琴带乐 认真低头做事 这本阅历里头也记录了 他们认真工作的表情 让新北市长侯友宜看了大赞 不会输给消防某男阅历 天还没亮已经有人整装在街头工作 清洁队员总是低头做事 这些人很少被美光灯关注 却肩负重任 新北市环保局也以这些无名英雄为主角 推出乐历 夜幕滴水队员差量好些迷人的容颜 15名平均年龄28岁的清洁队员 化身模特儿走秀 向大家秀出形象乐历 这次结合新北市境内的网美打卡点 还有传统著名景点 透过清新风格 不仅提升清洁队的正面形象 而这本阅历也记录着 他们工作时的认真表情 新北市的各地方的景色这么美 也是得利于我们的人美 景美人美 来自于我们清洁同仁牺牲奉献 形象乐历分为挂饰书册两款 不对外贩售 民众只要在12月7号开始 拿10颗废弃电池 到新北市清洁队办公室就能兑换 以往一直都认为新北的消防 猛然阅历是最畅销的 不过你放心 刚刚我非常惊讶 哎呦 我们的清洁同仁 竟然美女也不少 绝对不输给消防猛然 清洁队员的阅历翻转以往 刻板形象 要大家记住这些守护城市 最重要的平民英雄 记者中文报道 感谢观看